既阳间善恶,善恶有少罚,因过报应,如,今日有益,明日有过,今年有益,明年有过,今世有益,明世有过, 所谓今世,是徒因前世纪,来生功果此深修者誓言,此今向日葬切中,秋凉玉蜀,见而不知,见其此章行事,与予入人而入, 见而不为,见而不深,点而不俗,具有现见点三者之谊,令人观看,内临金刚经一段, 更为世上稀有,即令小童抄袭,以便同学如旅,事遇桃源动有,见而见叹,日夜藤露, 与未知约,既然与此习套,不若早已复之,早已映反,公诸世上,化恶未善,化善未先, 有余妖妖妖,与约玄玄,伤知同志,结盟许可,即请桃源动有序起前, 于亦记领因果法行后,前后照顾,内外相通,因因结果,至河道同, 此行一度,老祖遗风,修行学好,霸祖超宗,所愿同仁,运职绝衷, 立得立严,更调立功,圣贤先佛,道德婉容,西方恶守, 永不同东,十乃,圣经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十二甲五日, 梧桐山人,少孙氏,拔鱼,同种水仙藏石角之南, 王氏与朕今晚 3 2 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言王开口将言吻 逐一从头说我吻 王室古族将言诉 愿王圣上听言章 七岁时战利拜佛 年灯时酒驾夫君 前世不肯往施舍 今生依旧是平人 要舍又如你前世 每日看经过日程 劝得照通心向善 大王照我素来临 言王听说心中心 便问王室念经你 每日所念经刚经 你讲经刚我听吻 纳字起头打字指 有圣二个在中间 王室见问将言说 从头一二说分明 如字起头行字指 何单二字在中心 今有五千四八字 十万八点有余命 总计八十一个佛 五十一个世尊生 八十一个如来佛 四十一个菩提性 一百三十八菩提 三六善男性女人 三十八个合一物 还有三十六众生 quarters 如顶于一语合三十二语 如有三十八分明 无二十六 二十二是故师不分清 更有十八做福德 八装研十二鬼成 十三横合沙迅伯 八个温德 十非常 七个三千大世界it 八波罗密在经文 三十二相有八人 七个君记四仙人 王室讲了经义诀 008言君大悦 回 讲解金刚圣分离 阎王听的心忠习 阳间少有此家人 主父两单人共和 秀尊四座念经文 念道通话必识者 豪光殿上放光明 东遍朗住西遍令 西遍朗住东遍境 严居殿上缓纷纷 文武同聊天静静 阿姨地狱都震动 众罪之人减了心 严君见了经功大 放回还养灰本身 家 严君悦 娘子你看经念佛 有感动天庭 惊动众神 听经统子 赖射定御等 因阴阶红射 六处四身 陈子超话 又叫判官将善恶物 查看王室功德罪过 判官查证 说恶物并无罪过 善恶物有名 功德浩大 不失摘森 盘同理良不缺 严君大悦 再叫判官 查看王室不失理良多少 判官奏约 共识八十有 该住两千寿物 米八千丹 王室约 善待 我看经功德虽大 控产有难语 何哪写不知罪 眼君悦 但子念经文德善果 免受其罪 人家服务 释放还魂 再向阳间之富贵 王室听得后头谢恩 感得许我还魂 今以七日 转回阳间 先同理王室还魂 直至奔献醒醒 大叫王室还魂 醒苏转来 家 零零九王室还魂 回 开身大夫我夫郎 叫身照狼并长寿 叫身不觉到天荒 亭方耳边无听得 当时下的南非亚 我不坐见顶南云 莫来下着女夫郎 王室见身埋葬了 男生魂魄转还雅 只得人回应付去 又进阎往宝殿堂 王室会在京殿告 向前殿会告严君 严君见说问娘子 我需宝殿堂 我需灵魂去赚养 因何又到无夜内 谁忍赎您说言张 王室祖福哀声告 敢光放我赶回养 苏醒知识观中教 哀哀惊动我风郎 必定我夫心中怕 不开本目见三光 赵王子当我示归 零一零脱身未来 回 无想放我转回养 言望听我如此诉 今口主父王室娘 盼你脱身未来 与你福禄寿银长 王室听得心忠心 重重礼拜谢言望 父望我望听不奏 荣如其奏九连章 造恶之家我不去 杀生害命最难当 击善之家派我去 看经验佛过时光 善不叛观念奏上 愿望圣上听言张 闻得西海洪河县 东关城内在城隍 摘身故事章 摘身故事章人丸 摘身故事章人丸 此家富贵广田庄 身的四子都豪富 只见一位贵而老 言望听了依他说 祝上王华寿命长 善不叛观七分负 先从千里听言张 王室写写两行字 三十二岁见言望 看经验佛多因果 女化为男富贵郎 祝他桃中为太守 左斜献出自两行 除中寻出金三卷 任夫任子任家乡 先从千里一言令 就带王室转成王 以得王室征魂魄 圆外家中去脱身 圆外夫人的一梦 梦见鲜花狗女装 从此夫人怀六甲 春去下白秋又忙 看看十月月将来 房中生下一儿忙 降下一体在宝中 眉清木秀冒堂堂 一朝告出安宁子 礼拜乡果祖先堂 取离辩教章有行 长成七岁行文章 先生取离章巨答 聪明智慧圣非常 文艺知识通不经 四端无常有记刚 巨答忧情供书卷 无曾一日出书房 光阴似箭相吹谈 吐走乌飞日夜莽 看见长成年十八 五经六律渡中藏 莫唱巨答忧书卷 写唱巨答忧书卷 写唱朝中有道王 文官武将两班历 汉文皇帝开金口 两班文武厅严章 今年正式开金口 可开广宝宝选财狼 宝八个中府县去 天下财子妇科场 聚达登堂子父母 收拾情供书卷 收拾情虽变其心 去一里实感一里 行一城来又一城 看看又到的光城 远望离城皆汉雨 巨答遍入城中去 果然世界仅乾坤 力不开门头乐卷 粮食及日选状元 巨答忧恶文方法 文字三场再过人 将卷放在金口内 焚香道住四方神 汉文皇帝律首群 正式巨答世投入 年光十八群金科 天下财貌政非常 财本作财 君王赐兆宫官职 赐他之徒管万民 巨答受了高官位 二十四败谢王恩 巨答先了王赤兵 到任曹州管万民 简定两十四败几日 迎接夫马快如雨 在雾行城江半月 路上探见一公粉 悲喜探金往事里 往来上下有传迷 浮现官员民远接 一层浮道万分分 彩其苦月经天地 连天火炮似雷声 巨答道任曹州府 二州实现管人民 道任为关心连及 世宁如此万民心 看见道人有意在 年华四见日夜行 春光美景将归去 夏日炎热熟复兴 太守一日无别事 炎熟热熟要洗身 沐浴洗时将生态 果然出现自分明 巨答看见左斜上 字字分明写了真 回 零一一日回前世 上写曹州南华县 清平庄里赵家南 前世看金往事里 三十二岁见严峻 深得一满河二月 江湖范姑长寿来 婚配帐风照平方 埋巾三卷在除夕 厨房南遍女墙内 果然挖出世虚虚 太守看见是该老 急问手下老年人 近处系有人信赵 林教平方系是真 一一从头说我知 岔人会下马答应 离城三里赵家南 亭方少年戏徒步 故妻往事念经文 太守文的心忠喜 岔人快去警察林 亭方一见岔人道 公差故使道家庭 岔人面说张太府 府中请一问眼里 亭方当时心惊叹 不是为调犯法人 好像佛前许斋怨 是不是过代神秘 岔人快快忙去吹 亭方无奈也同行 及时来到曹州府 岔人顶上老年听 太守开眼里下跪 便问当初往事 亭方见问从头说